說我們現場的瓦斯如果漏氣的話 那他就會進行這個提醒 瓦斯探測器只要濃度過高 就會緊鄰大作 再拉拉鐵鍊看看鋼瓶綁的穩不穩 另外還有消防設備通風口 船上工廠一樣使用重裝瓦斯 但安全措施一點也不馬虎 我們管線的檢查跟定期更換上 我們去把它定律頻率 來防止我們管線去硬化 或是它斷裂等等 去造成這個瓦斯漏氣 不過光是一個普通廠房 就要12支鋼瓶瓦斯 分別接管線汇集後再送到廠房裡 但如果地震來 鋼瓶還是有可能倒下 潛在管線斷裂的風險 天然瓦斯它的一個費用 其實它是低於桶裝瓦斯 對 那它也沒有說 去更換瓦斯桶的問題 就沒有過更換瓦斯桶 它是不是有鎖井 管子是不是有鑽井 這些問題 但天然氣可不是想換就能換 因為台灣工業區 普遍都沒有天然氣管線 要簽就要依靠附近的住宅區 而距離這間工廠 最近的民宅相距800公尺 所有的管線材料費 挖地填土工人薪水 通通要自費 總造價高達上千萬元 根本負擔不起 不過換到另一間業者 他們裝的卻是天然氣 全都有戶外管線統一輸送 原來因為他們離住宅區 只差200公尺 簽管線只要百萬元內 就可解決 天然氣比較銅裝瓦斯 管線少 漏氣風險相對低 但政府開發工業區 吸引廠商進駐 卻要業者自掏腰包 上千萬的經費 籌不到也只能繼續冒著風險 戰戰兢兢 房氣暴 記者吳清俊萬千華台北報導